大家好,歡迎收看法興論症特藥五試博弈 隔一個星期四,又看到索索在這裡 Hello Cody,你好 今天晚點就跟索索聊一下市場 如何看一看市況 其實今天市場比較嘔嘔鬥鬥 高開四十八點 最多升過一百七十六點 高位上達差不多兩萬九 但始終是衝不穿的 曾經短暫到跌過最多三十幾點 最終在半天升上來 升二十一點 報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九點 成交超過七百五十七一多 看看科技指數表現 升到十一點 報八千零三十一點 國企指數微升五點 報一萬零六百七十九點 馬馬上請問一下 所說的看法 其實今天都保持集福獎落 以及兩萬九就行指報 但其實未來就有半年結 以及七月一日就黨慶這些 即使市場應該要好 那可否這樣理解為 六月剩下的時間 應該都有些機會 我覺得是的 其實因為昨天 之前我也偏淡少少 以為會有少少穿圍 其實你看到昨天的升幅 升成五百幾點 其實升得挺全面的 你特別是之前相對比較 即是很弱勢的騰訊 即是股王騰訊 他都可以勉勉強 搜到五百七十塊的位置 都會彈上去 加上美團 即是其實你連阿里巴巴都做得相當好 你昨天看二十大成交成份 就是二十大匯約股份 其實升幅都挺驚人的 那我就覺得就似乎大市 短期有機會結算之前 可能再挑戰至高位 你見今天 都是完全不算很回 你見到昨天升的五百幾點 你今天都維持到 加上外圍方面 納指那些不斷破定 債息其實都維持1.5下 這些全部都有理於這個環境 你見A股其實是3550樓上 我個人覺得 暫時六月底之前 加上基金半年結 我想都會做得好些 不如問一下 市場你覺得應該都會做好些 會不會輪到科技股 可以拉高的市 因為其實見到 今天美團或者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是很難得的 都叫做一個撐市功臣 今天都貢獻幾十點的升幅 現在其實是否都可以 部署一些新經濟股 Ada就問了 美團還有沒有可以去 其實美團之前在這裡 也有做節目提供 其實我覺得美團這個位置 也算是挺吸引的 我們如果純以技術方面說 你留意美團出完季跡之後 你見大行普遍看好 雖然調低分析 調低目標價 但普遍看好 特別留意它出完季跡之後 那兩天 那兩個升幅274元 去到差不多 一穿三百一的位置 那兩個升幅差不多 17% 那是很驚人的 你見到它之後的回調 其實是完全守著 之前第一支大洋中274元的位置 那你現在是很明顯搜到 然後現在再向上突破 我覺得短期 暫時如果你說 就是ATMS裡面 我覺得美團似是向上突破 都是那個空間都比較大的 那如果你說在基本面來講 那大家都看到社區團球 雖然第一季虧超過80億 但是因為市場始終大 那大家對 還有對王興 那之前它這麼多的競爭之中 贏得出來 大家都對它寄予厚望 我想就可以繼續觀察第二季 第三季那些 那些季跡如何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它的幻想空間很大 嗯 還有看圖 其實今天又試320元所謂的 之前說的阻力位 希望它可以衝得穿 另外剛剛也說 ATM的話 就首先是美團 至少是它伸出了頭 那晚一點 不如再看看 觀眾有沒有問一些其他新經濟股 譬如小米 或者網易這些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想法 因為觀眾現在都拿了貨 譬如網易也很值得談 因為早一陣子就說 就說網易是 狗幣比較好的股份 但其實你看回圖 近這一個月 下了不少相片 如果你說網易而言 其實我覺得 這些位置 短炒 它似乎 勢頭對比美團那些 是沒有那麼值得炒 大家很明顯看到 它是一個 像是一個向下趨勢 但調整 但如果你說 我不是短炒 我覺得短炒就避開網易 但如果你說 我不短炒 我有能力拿多一排 我覺得未來下半年 其實挺值得看的 第一件事 第一它估值不是貴 第二件事 它未來的 Diablo 它未來的IP 那些遊戲 其實都有機會做得很好 還有我想手遊玩開遊戲的玩家 其實都挺期待 我覺得網易未來 是值得挺期待 還有最重要是估值便宜 還有將來還有機會入籃籌 我覺得就 如果你說 短炒的 我覺得就避開它 因為這陣子科技股 都不是太強 而網易之中 它又似乎走一個調整 但如果你說我是中長線的 我覺得網易現價都可以 甚至乎都可以考慮 但是觀眾Sharon 就181元拿貨 竟然可以中線持有 那這位觀眾現在是否追貨 我覺得不要追貨 但你可以一注都保持著 就是在等待 等到它真的能上去 到時才再做決定 但這一刻暫時不用追貨 但是我覺得可以保持 網易是這個位置不貴的 好 先拿著 還有看得中線少少 另外有觀眾問 還有線上醫療股的看法 怎樣 但其實無論哪一種 線上醫療股 都是弱一點 走勢整體來說 但是平安好醫生 有一個消息 就是 旅股神旗下的ETF 就增持 你覺得對於它的股價走勢 會不會有些幫助 因為觀眾 105元拿了 最近你見到旅股神 ARKK那些都翻山了 大家又看回旅股神 說實話 投資風格轉得很快 又變成契媽 又變成契媽 但是如果我覺得 1833我個人 譬如阿里健康 平安好醫生 京東健康這些 我個人就不太看 為甚麼 第一件事我覺得 他們的股值到這一刻 都不是很便宜 另外一件事 現在不同之前 經常都說 你一月份的時候 是所有的科技股都貴的 你那時沒有甚麼選擇的話 可能有些 加上那時的企媽概念股 你看到二月的時候 是炒得挺厲害的 那時可能會看這些線上醫療 但是我覺得現在 好像我們剛剛說 網易 甚至乎騰訊 美團這些全部都 都在回下來 你在這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 你這麼多選擇之下 除非你自己很喜歡 線上的醫療股 如果不是 我覺得暫時 第一個選擇 一定不是這些 而且 你似乎現在 都不是有一些 很明顯的突破 甚至是阿里健康 那些都一直沉穩底 所以我自己 就盡量避開這個 這個板塊先 單從股值來說 都不是便宜 不是便宜的 而且短線 都沒有甚麼明顯的突破 沒有理由追這個 美拉可以考慮一下 美團 剛剛都說的 互生經濟股裏 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不如也談談手機相關股 剛剛就略略說過 小米少少 但是 幫觀眾問其他 例如手機孖部這些 我記得 好像早兩天 你節目都說 手機孖部首選 瑞星 現在看法有否不同 其實我覺得 比如我們說手機孖部 你見到信譽最近 車載鏡頭 甚麼都在破定 表現非常好 我覺得是兩種策略 如果你說短線來說 我要追 一定是破了位的信譽 一定容易追 因為沒有蟹貨 完全沒有法律 短線角度 但是 因為有時候 為何我會覺得 2018相對好一點 第一件事 信譽是優質一點 但是 有些朋友怕畏高 始終你的信譽 你的彈幅都挺驚人 在200元 樓下彈上來 短期升得挺急的 如果他到時有正常回調 可能是5到6% 有些短差的朋友 可能是有點危險的 反而2018 他之前就有9個月的環境區 而且他的升幅 挺緩慢的升上來 而且其實他的表現都不是差的 只不過他沒有信譽表現得那麼好 我覺得如果你說相對 坐得舒服一點點 或者安全一點 我覺得找個2018 會抵薄一點 而且信譽 為何他這陣子那麼厲害 大家也知道 現在汽車股 現在又炒了 車載鏡頭 而且手機出貨量又升 而且他之前上個星期 都開了一些投資者會議 投資人裡面都說可以無理抗展 我想這些都挺好的 但我怕是有很多好消息 已經反映了 如果你說中長線部署 我會傾向喜歡這隻瑞星多一點 我覺得相對的估值沒有那麼貴 而且你就不會有一個 沒有那麼畏高 如果是中長線部署 那隻瑞星會否等它再下一點才進入 我覺得這隻瑞星這個位置可以再 如果你不是說很短炒 其實我覺得這些位置都可以看 因為其實它一直都慢慢升 有調整在這裡 我覺得可以的 其實就是2018 如果短炒是否首選這隻瑞星 我覺得有機會是去到70元那些位置 其實這隻瑞星我是挺看好的 好啊 另外不如看看有甚麼版法 現在還可以追蹤一下 譬如那些車股 我想你應該看法都不是特別樂觀 但始終都多觀眾問 看看你的看法有沒有轉變 之前就說其實你覺得這一浪 其實那些車股已經升多了 是的 我覺得因為 因為之前就覺得車股 就似乎第二季是一觀的 真是跌了眼鏡 特別是比亞迪 吉利都升得很 在低位來說 特別是比亞迪 是很驚人的 你已經是 另外這陣子都多好消息 小鵬都打算離回來 大家都會想 中概三寶應該就 正在逐漸回來 受刺激 還有五月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售 其實都捱近20萬部 對比四月的增長都挺快 對比四月增長都差不多6.7% 按年對比上 按年是1.7倍 加上五月的時候 Tesla在大陸的訂單都跌了 那些人都看回一些 中國的傳統這些汽車 吉利那些 新來的汽車 它今年的極黑 它都去到 訂單都訂完了 那些勢頭都挺好 但如果你問我在這些位置再追 我就會想 看下你是否真的違過 我自己就不太追 因為我之前也錯過了 我去到這個位置再追 我就覺得 我怕它會回調 特別是比亞迪 你看到它的低位膽量很多 它隨時可能回到200元的位置 之後再升我怕捱不到 所以我暫時就當我錯失了這個機會 因為很多時候觀眾 我們普通散戶 介紹我都好 其實很難去估計 很難看到那些股份 究竟是升完沒有 或者是升浪是不是已經完了 其實有沒有說 有些信號 大家都可以去看著 譬如成交位 或者哪些技術走勢 大家要留意著 你何時才知道它真的是升完 我覺得升不升完 我們很難會知道 全部都事後才知道 等於我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們純於短炒角度 當然長線角度 你一定要研究基本因素 還有你研究它的商業模式 你要看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如果純短線來說 我覺得你甚麼都不要理 你不守指示就可以了 等於我之前也想分享一下 我之前看錯那隻比亞迪 我記得那天 好像跟你一起做節目那次 我就看錯那隻比亞迪 你看看那隻比亞迪 那時最高位是198元 我是197元沽 我那時設置201元指洩 誰知道那天跌到194元 我都賺錢 下午那天突然出現消息 到現在都是未證實的 Apple Car Apple Car 跟蘋果合製造車 那一刻我都覺得 可能是一些假新聞 但是 譬如我們短炒來說 我們甚麼都不要理 先止蝕了 因為你到了你的位置 你看看現在 如果我那時沒有止蝕 現在差不多 就算現在回下來 我都輸了30元 我覺得很難去估計 估計 估計 這些都是事後才知道 我們這些沒有預測能力 我覺得短炒嚴守止蝕 比你預期去鼓頂鼓底 不如元首止蝕 立即問一下 吉里和比亞迪的指贊 和防守位置放在哪裏 大家都有貨在手 如果你說比亞迪 如果你說比亞迪的話 我想都很難放 可能要放到200元的位置 因為它始終 你看到它之前 升上來的大陰 跌了下來 之後第二天 就完全由頭升到尾 那個位置差不多204元 所以為甚麼我這些位置 我未必會追責比亞迪 就是指蝕位置放204元 你在短炒角度204元 跟現價有20 差不多有25元左右的指蝕 你會否覺得太多 比我的話 我覺得就可能有些多 但如果你說你放220 那些又不是很算話的支持位置 所以我覺得短線來說 這些直播率 它是升的 但是直播率不是太高 那吉里的防守位置又放在哪裏 吉里的話 我之前看回 吉里好像都差不多24元的位置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直播率 就看你 你24元說2.4元 你差不多都挨近700 100% 我覺得就比較遠 所以我自己暫時就 當錯失了一個機會 再找下一個機會 就是素素認為 現在沒有貨就不追 有貨就看著剛剛所說的防守位 還有更新 就是剛剛不是說 平衣給女股神旗下的ETF分辭 比亞迪反而是給它減辭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這些消息 會不會說借勢要下去的股價 大家留意著 另外一隻禁風也有很多觀眾問 同樣都是跟剛剛的車股一樣 都是炒同一個概念 今天真的跟著一起回 觀眾就高位少少有貨 117元拿著 這隻的看法跟剛剛的車股 是否差不多 差不多 不過這隻它有一個配股 我記得是101.3 這些位置你要看實 還有這隻 因為它有A股 因為現在港股 其實跟A股的差距不是差太遠 這一隻我一向都是說 你先炒到Wingge 1772我自己就未必會看 我寧願會買美股上的你的ETF 我會用ETF去買 好啊 剛剛也說到美股 我們一開始也有說到小鵬 接下來是會來上 到時抽不抽好呢 但其實已經在美股上了 你有沒有抽新股的習慣 我有抽新股 但我覺得 這隻你不會抽 如果你真是小鵬來 你不如直接買炒美股 因為這些都 因為之前我們都試過很多次 無論百度也好 阿里巴巴那些 其實京東 哺哺哺哺哺 其實你都會發覺 其實你的水位真的不多 這樣的話 我覺得簡簡單單 不如直接看美股就算了 還有不要期望像其他科技股之前 一下子一日新很多 對 我覺得 始終都有第二上市的問題 另外說起新股 不如撇開說一下 譬如有些新股是招銀股的 譬如眼科 潮聚眼科醫療紅股2219 觀眾都有些興趣去抽 可能見它入場費都好像 都不是說很貴 五千多元還有眼科 大家會受到一些衝擊 會不會抽 你看最近希馬眼科都很誇張 還有之前的時代天使 我想現在 我會這樣看 新股 我自己就是一個 以會的一個供求的角度看 為甚麼 因為大家如果投資得久 你一定知道 新股的時候 如果你看它的財務目標 它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它一定是說 因為它臨上市之前 撿回好盤數 至於它之後整個表現 我想需要時間去引證 我就覺得 如果你一個價值投資 即如果你打算中長線投資 我覺得新股就未必是適合 因為始終你不知道它上市之後 因為始終撿回好盤數 你不知道之後會不會走樣 我覺得新股一定是以一個 市場氣氛和公求角度去看 你看到最近 這些 例如時代天使 這些 有這些比較獨特 這些 很受歡迎 我覺得是可以抽的 等於 之前那個 奶雪的茶 我覺得 接下來的新股都可以抽的 但是 只限你頭一兩天 如果你發覺 我想頭一兩天 就馬上可以扔 未必要保持久 因為我覺得始終 你要慢慢去看看它之後 到底業績有沒有走樣 我覺得就 如果你說抽 我覺得可以的 你會不會抽這一隻 還有抽的話 你會建議大家用些甚麼方法去抽 我自己全部都是一手檔 我不是很敢 很大手去抹前 因為我之前試過一次 那次是 是若名 糟了 我忘了若名哪一隻 巨落 不是 若名是有一隻 那時候超瓦 人名是康德 好像是康德 五十多元那時候 它超瓦不是超多 只是一點幾倍 因為我那時候 很厲害 我最後是中得很多 我要抬錢 之後 自此之後 我覺得原來都是有些風險 那我就一手檔 還有現在 等於之前時代天使 你這個新股熱潮 那麼誇張 其實你 你多 都未必中得多 所以我是一手檔算的 好 還有看回最新的消息 就說這一隻 暫時只不過是超瓦 認救五點四倍 暫時好像那個 認救反應 不是說好像很厲害 大家都去參考這件事 去看看抽不抽 另外不如都 談談其他板塊 譬如光復股 我記得好像上兩個星期 我曾經聽過的 就說你嫌九六八 六八六五那些 太好很多 反而想尋找一隻 ETF 但是現在 兩星期過去 見到九六八 六八 六五那些 都上回來很多 以及清了不少的 太過 現在是否都可以看回 這些 如果兩個星期前 我記得上來的時候 就說光復 然後我那時候 就選一隻3134 其實如果你說都差不多 以ETF來說 都不錯 都差不多10% 那我就覺得 除非你就對 怎麼說呢 你就對譬如 譬如九六八 或者福羅里達這些 你是 你是很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不是 我都是傾向 就選一隻3134 因為始終你買ETF 和A股多選擇 它有上中下游 什麼都有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 譬如你 太陽能發電 你的轉換率 這些我覺得是很難看的東西 譬如有些可能 有些可能在研究 它可能22%的轉換率 突然變成24 可能那個股票 已經升得很厲害 而反而是 之前的轉換率高 它可能被人超越了之後 其實它成本上沒有優勢 可能它的股值就馬上低 其實很多時候 上中下游 其實很多複雜的東西 譬如 龜片 多精龜 那我想 以 作為散戶來說 如果你真是 看好這個割策 你看好炭中和這件事情 我覺得 以一個ETF形式 都OK 還有你看得到 其實它對比過股 它都是升 只不過其實它不是落後很多 它都是 但是萬一 市場一有什麼轉變 跌的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大家都知道 9、6、8 現在跌了16元 但是之前 你是見過 你從20多元跌下來 那一下跌得這麼急 甚至穿10元那一下 你捱賣到的問題 但是相對之下 我個人覺得 你買的ETF形式 你有機會坐得到 我經常覺得散戶 有時候我們不是說 選不到一些美股 我們很多時候 都選得到一些美股 但問題就是 但我們坐不坐到 因為你始終任何股票 就算是比亞迪 你現在看到229的比亞迪 大家都覺得很開心很容易 但如果大家有賣開 比亞迪朋友一定知道 你之前從260元直插 到130元 即是140元以下 那一下你會不會中途止虧了 那一下你會不會很害怕呢 甚至乎130元去到229 這一段時間 你可能一個反彈都急急腳走 正如其中一個我 我166都急急腳走 他那時都想到比亞迪好像看錯了 我們省戶經常看對的股票 但未必有能力去坐 所以我覺得有時你握ETF 會容易些坐 但是我假設觀眾有興趣這隻ETF 那你建議它是握中長線少少 還是短線的 我覺得ETF最好以一個月供形式 因為這些現在 這些譬如光復 光復這些 我覺得是一個 譬如你看好一個國策 或者你看好整個行業 我覺得是以一個月供形式 月供形式去慢慢去儲貨 好啊 還有這一隻ETF 特別是剛剛數數都說 追蹤著內地上市的光復行業 其實最近看到光復股 我們這邊不斷升 主要是跟A股 對 A股多很多 這隻可能直接少少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 我記得上兩個星期 跟你談過 新能源相關股 還有一隻916 那時就說放入觀察名單 10元以下就可以去買 但是你說完之後 都沒有下過10元 現在怎樣做呢 追不追 這隻又是跟之前的車股一樣 這隻其實我非常看好 上個星期的時候都說 一直放入觀察名單 因為我打算長線少少開 當然買得越便宜越好 因為我不打算短炒 我設定了一個位置 打算10元以下 誰知道它沒有跌 直接升上來 就變成錯失了機會 我現在都繼續等 因為我這些想長持股票 我就未必去高追 因為我高追的股票 通常都是短炒 因為短炒我們最重要有小 但長線希望買得便宜 那隻916那時 這隻也有點失望 那時希望10元以下 誰知道一下子就已經升到 現在都差不多14元 那就等了 我唯有等 好啊 都傾向可能 這個也是中線少少的部署 下一點才去入 不如索索都幫我們呼籲一下 一些like數 是呀 大家記得給一下like 沒有like的 下次沒有得來的 下次沒有得來的 那是呀 講起 大家講一下like 立即講一隻長線投資股給大家 我覺得之後是很有 哪一隻 很有機會 但大家記得給個like 否則下次沒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 那你留定是最後才講 你不要講著 現在講 不要講著 不要講著 最後才講 但我好像平時又不是這樣的性格 不如先講一下 最後之後如果有like再講多些 其實這陣子跌得很厲害 有一個科技股照 1024快手 什麼 竟然 有工夫問 真的 是呀 1024 即早些少少的留言 早些少留言 因為1024 大家那時太興奮 你知道上市初期 這就是新股炒公購 那時炒到400元樓上 這些是亂來的 那時過萬億那些 但我覺得現在技術位很差 一路短線下來 不是為短炒的 如果你在一個中長線角度 我覺得快手如果有機會低於160元樓下 其實我覺得挺值得吸納的 160元 因為有時長線 你是希望買得便宜一些 因為你長線買得便宜 你才有一個容錯空間 你自己 萬一我看錯 我買得便宜才有一個容錯空間 我覺得短炒就沒有可能會炒這些 因為現在的勢頭很差 但是你要記住 短視頻其實 其實是未來 我想大家一定感受到 未來 即是無論你電商方面 或者消費娛樂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趨勢 很多人都喜歡 可能真是沒有工作 就看下短視頻 我想還有這些都幾吸大家的口味 如果以快手來說 你看它的GME增長 是快過一切的電商 雖然它現在不是很誇張 但你見到它真的是電商大貨 是做得好 還有它用戶的時間 經常都說 即是你都快捱一百分鐘 即是 你捱到一個半小時 一天都拿著快手吃飯 我想還有它擴展國外市場 都做得很好 它之前 它的CEO有說 它就說快手 全球的MAU 去到10億人 這件事我就不太明白 但是我想它現在在拓展外面的市場 即是海外市場 其實是做得不俗 因為現在它打算跟斗音互劈 如果之後有機會 因為它市場市場市場 要做得多 它在未來的季跡一定是差的 到時候如果有些大行 因為它的財務目標做得不好 而下跌它 到時股價又跌下來 我覺得是反而給一些長線投資者 是一個挺好的吸納機會 我自己很耐性地等著如果有8、6元以下 我覺得是長線投資者是有些價值在 那你到時是不是會大手買的 我不會 我慢慢買的 我覺得建倉 千萬我覺得短炒 你可能見到有突破 可能可以大大的手筆買 但如果你說建倉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慢慢的時間 你要慢慢等它 因為底部慢慢買 我覺得是分住買 千萬不要說 因為你不會猜到底部 就希望到時出現一些 譬如壞的消息 或者可能大行就說 你銷售太多 但我覺得你只要一旦有用戶在 你用黏性夠高 而時間又多 就像美團的概念 到時只要一個轉彎 GME一上 電商做得好 其實快手我覺得是不差的 好 大家都等下 有沒有機會是8、6元 分階段去入 以及一個中線少少的部署 大家可以留意著 另外不如掃買其他板塊 譬如油股都一定要問你 看法都是沒有變的 沒有變 你都會拿著 看11元 短炒是否繼續157呢 短炒157 都是之前說的 但我覺得157去到這些位置 我就覺得就像是一些食股位 因為再短炒上去 即再炒上去157 其實風險開始大 反而883呢 說真的它的股價表現 我覺得是有點失望的 它就升得比較慢 但是同一個道理 即你有時的市 你可以分兩個角度去看 現在是73元的油價 它仍然是9元附近 你看它升得很緩慢 反而你反過來想 如果你之前沒有入到 即之前沒有入到石油股 反而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 都挺低級的機會 即883 因為它接下來第二季的季跡 一定是好的 因為你第一季實現油價 那天59 你現在油已經那天73 你想想2018年 根據它年部所說 2018年、2019年 它平均實現油價 是67元和63元左右 那時候股價最低是11元 去到16元之間的波動性限 現在油價是73元 它的成本對比之前便宜了下來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 都是9元附近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少少耐性 又不是想短炒 我覺得現在這些位置 拿著883 可能兩個星期之後回來 可能你已經有些升幅了 嗯 那真的沒有貨的朋友 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沒有貨 真的可以留意一下883 另外不如問一下 中國煙氣 觀眾就答案問一下 之前就有一些非常之壞消息 氣爆之後 就要找些人刑事拘留 但其實看到股份 近這兩三天 其實都開始好很多 觀眾25元拿著 是否可以繼續保持 我覺得340 25元拿著的話 都算便宜 其實如果 當然有些觀眾 之前那些 下廿24元都有機會拿到 我都說恭喜 其實25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有少少耐性 這個可以 為甚麼呢 我覺得這次是單事件 還有都交了人 是不是 人都交了給你 之前最擔心 之前真的很擔心那些 是到時他 因為這件事 越查越多 可能整個的規例 環保或者安全 你很多東西要改 不確定因素很多 現在似乎是賠錢交人 這樣的話 一個這麼優質的股份 其實是說 你預期死亡 可能13倍左右 這些是 我覺得340難得 真的有機會跌下來 讓你去進去 還有你進去的位置 你25元說真的 也不是貴 我覺得是 耐性坐小 我覺得OK的 340 我也挺喜歡的 好 另外問一些資源股 3500的看法 有沒有不同了 沒有 3500我覺得 都是 如果你問我資源股 那時一直都說 不如不要看 其實真的 你看現在 那時5月到現在 其實你看一路輾轉都會向下 只不過去中途可能 那你股價不會說 好像 一下子跌到零 跌到零 跌到零 你一定是 跌下升下 但是你見到 可能跌3日 跌3日 然後升1日 那一種 其實為什麼我覺得不好看著呢 因為你始終 你見到 我想大家看新聞一定見得到 國家是不斷 無論口述也好 政策也好 其實都是不斷說 大眾相反太貴了 影響很多的利養率 那些一定要降價那些 那些 我覺得就在國家政策面上 這樣打壓 加上你看到那些零 都開始放儲備 那些 即他擺明真的想 不想那個價升 即他未必可能要那個價大跌 但是 在這些情況 那麼我們這麼多選擇之下 即使你去 拿這塊錢去炒車股 我覺得可能直播率 可能起碼都更高一些 我們如果短炒來說 我覺得就避開這些 短線真的挺受壓的股份 那你說中長線投資來說 這些是周期股來的 我覺得中長線投資 我寧願去看一些科技股 所以我覺得這些位置 真的不是很吸引 嗯 還有短炒 應該要找一些 真的有個細 或者有確定性的股份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 那些資源股就不要想著 但是科技股剛剛都說了很多 都可以留意著的 譬如那些行 另外有觀眾 就追問一些韓運股 是的 觀眾記得給like 沒有like 就不能做的 剛剛給了一隻快手了 是的 韓運股 你的外股1919 那觀眾就沒有你買得這麼便宜 就有一點擔心 因為其實昨天就 都挺驚險的 就是有貨的朋友 就是覺得創緣新高 無緣無故又落回來 還有看到今天延續過跌勢 還有已經確定穿了10天線 1919 那短線的朋友 是不是要想吃糊 我覺得就 如果你短炒 1919的波幅一定是大的 嗯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可以看久 除非你真的短炒 短炒 你很短炒 我想就 你設定指示價 可能17元那些位置 甚至18元一穿都 即20天線那些位置一穿都走 但如果你說我可以持久一點 其實我覺得這隻 還有機會 今年還有機會見三次頭 甚至乎 我是看得挺樂觀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很多事情是很確定的 嗯 譬如你說航運 即是那些協議價 喂 價錢已經給了 即是你不會說 你運船 你今天才賣 才賣 即是你很多事情 你已經確定了 未來第二季第三季 我覺得在今年之內 未來的季 未來的季 是一定好的 甚至乎 我看這些報告 今年有機會賺超過7、8億 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是 即是說真的 即是等了十幾年 你唯一今年一次 遇到天時地利人和 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1919 可以再看多一點 我覺得三至頭可能都有 但大家一定要記住 1919是有些波動性 有些危險的 你千萬不要 要是現在 如果你覺得不適合入 你覺得害怕的話 你直接刪除了這隻 不要看了 不要到時 因為這些周期股 周期股 當它出季跡 或者出業績 出得非常好 市場會一片長好 但你記住 這是周期股 那些船 現在是短缺 但會來的 碼頭現在不是100%運作 但之後也會100% 即是等於我們的紅術室 始終會通 不要到時 真的有機會去到三次頭 而市場充實著一片好消息 那一刻 你才來追 那一刻 就危險了 周期股 我覺得今年 無論是十月前 都是暫時安全的 嗯 總之 暫時看好 還有提醒了大家 始終這個 炒這些周期股 是個派對 始終都會有緣的一天 如果真的有炒開 這些都要看得實一點 最後不如幫觀眾問 一百零一 因為觀眾 九十六元拿了貨 如果單從圖表來說 有沒有機會回到家鄉 因為最近那些錢 拍到一些生物科技股 對 生物科技股 都有機會 生物科技股 我也是那句 我見最近很多 我來之前都研究 都看了很多新聞 很多消息 但我都覺得都是難看的 生物科技 真的不是我杯茶 等於你哪一隻 譬如你那些甚麼 9926 這陣子都厲害 接著還有那隻 6185 那隻 康熙樂 對 康熙樂 昨天也急升 接著之後 他們有不同的研究 疫苗那些 我想對於我來說 都是一個道理 我不懂得看的 我覺得都是買ETF 就算了 我自己買一隻 3069也新高 其實都 當然如果對比過股 我覺得是難一點的 如果你說一百零一的話 我就只可以 真的只可以 技術面告訴你 我基本面不會看的 如果你說技術的話 走勢我覺得英俊 他只是想破頂 其實我覺得他應該回到家鄉 這次應該會破107.1的高位 好 觀眾繼續拿 給點耐性 最後 索索有沒有甚麼補充 有甚麼想說 我覺得 有一個補充就是說 這隻阿里巴巴 最近都很弱 但是如果真是一些中長線投資者 我覺得就 真的不要被市場影響得太重要 覺得這隻阿里巴巴真的很不行 其實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你拿去年部出來 你將它逐點逐點 就是電商 雲計算 那些去拆開來看 你會發覺現價來說 你不可以說便宜到 但現價一定是很合理的 如果你說 在長期來說 你買得一些有競爭性的股票 而價錢是合理的 我覺得 都 如果你時間拉長一點 你的回報會OK 我覺得 如果有一些中長線投資者 其實真的可以 留意多些阿里巴巴 短炒就真的不要碰這些 它擺明是沒有什麼勢頭 但是如果你說 你中長線有些時間 有些耐性 可以看一下阿里巴巴 數數都呼應 剛剛都說 那些科技股 是適合中長線的部署 剛剛都說了很多 譬如網易 阿里巴巴 以及1024 即是落去 860%的階段去買 還有短線的話 就美團和瑞星可以看一下 短炒的話 你就找些最有勢的 等於美團或者瑞星這些有勢 甚至乎車股 車股我不敢炒而已 如果有些朋友 即是強的 即是我自己不敢炒 但如果你說短炒來說 我覺得車股是強的 還有漏了油股也有關 油股就是883 油股就是883 今天和索索說到這裡 你除了油股 1919、700、9988和3669之外 其他沒有持有 剛剛說的那些 快手打算入未入 記得和最後記得 記得給點讚 否則下次沒有機會見大家 還有留名看看快手 能否拿到86元 如果86元的話 就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九哥八百 今天和大家先聊到這裡 我們節目完結前 一起看看發卿今天有甚麼正說 我們下次見 晚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 done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好好詞 Britannic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